大家好,今次我最難分享的是薑蔥蠔 外層香口裡面軟滑的桶蠔 今天爆香的薑蔥炒在一起 每次弄傷整碟渣都沒得剩 因為薑蔥都是非常好吃的 注意蠔是比較容易出水的 想知道怎樣弄多一碟乾身香口的薑蔥蠔 大家就要看片了 看片之前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是喜歡的 那就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 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首先準備大量的薑蔥 蔥這次真的要用錢買 這裡3元一閘 因為買菜搭蔥就搭不到這麼多 而這個菜如果放得不夠多蔥 你會後悔的 因為蔥是很好吃的 除了大量的薑蔥 我還會搭一瓣小的蒜頭 蒜頭一瓣仔夠的 我不要菜吃到蒜頭味 但我想菜吃到更野味 就是靠一瓣仔的蒜頭 切好了 蔥就切斷 把蔥白分開出來 因為蔥白會先下鑊 薑就切片 蒜頭就切碎 主角出場了 我喜歡用美國桶蠔 因為它夠大隻肥美 而且它主源不會太縮水 其實每一種蠔主源都會縮小 但美國桶蠔縮小的程度真的小 當然主要吃風劍游人 你喜歡用你自己想用的蠔就可以了 但也建議用一些大隻蠔 不要用太小隻 現在就開桶蠔出來 它每桶的重量都一樣 大約有五至六隻 大隻的就只有五隻 小隻的就有六隻 我這次是有五隻 因為真的很大隻 大家看看 首先用水輕輕沖一下 小心處理蠔 總之這個蠔油癡之中 你都不要弄爆蠔身的部分 不然風味就會大減 所以大家記得對手就溫柔一點 還有開水喉都不要開那麼大 不然就很容易弄爆蠔身 輕輕沖了兩三次水 但絕對是未夠乾淨的 現在就加些生粉下去 然後就輕手地拌勻它 為什麼要加些生粉 在蠔裡拌勻它 然後才洗呢 因為生粉有黏性 你將蠔和生粉拌勻之後 那些生粉就會黏在蠔裡 那你沖走那些生粉 那些生粉就會連一些髒東西 沖出來 那隻蠔身上所有的髒東西 就會隨著你清洗那些生粉 那時候就連一些生粉一起洗出來 那我覺得不夠 再加多一點生粉 再加多一點生粉 拌勻完生粉之後 那這些這麼大的桶蠔就可以 逐一隻去洗它們 我就習慣捉一下蠔的邊位 就是閉殼機附近的一摺摺 其實我覺得最髒就是這些邊位 你說身有什麼好洗 其實沒什麼特別好洗 反而是閉殼機位 和附近那些一摺摺的位 那些就捉一下它 然後就可以沖洗乾淨 然後就可以沖洗乾淨 記住 你無論是搓它、洗它 還是你開水喉的力度 都是不可以太大的 要溫柔一點 我也覺得自己很沉 但是這個真的是重點 你不要弄壞蠔 總之 每隻蠔的邊位 百殼機位 你都捉過沒有沙石 沒有髒東西之後 你現在就可以再用水去沖一下蠔 用溫柔的水喉 然後用溫柔的手去沖一下 沖一下 沖一下 你會見到其實水已經比起初清了很多 這樣浪多它們一兩次 你看到水這樣清了 蠔就乾淨了 然後就倒走水晶乾些蠔 洗完白白的蠔就是這樣 拍給大家看一下 白酥酥又肥美又大拋 所以我就喜歡用美國桶蠔 這個薑蔥蠔是會煎炒的 但是煎炒蠔之前 蠔其實要灑一灑 大火煮滾水 然後加蠔進去 馬上轉小火 馬上轉小火 就灑它們大約一分鐘 千萬不要大滾它 現在不是火鍋 還有時間給大家參考 蠔大一點小一點 你自己加減時間 還有我用這個鐵鍋 它也挺熱的 所以一分鐘就夠了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鐵鍋 有可能要加多一點時間 還有我是用電炉的 比起明火沒有那麼熱 如果你用明火 有可能可以減少一點時間 總之你看到蠔 讓你感覺到它會變硬 沒有剛才生歐歐的時候那麼厚 肉眼觀察其實比你去計時還要更重要 蠔這樣灑一灑過 它的形狀會更加定 而且它才沒有那麼容易出水 所以大家記得要做這一步 差不多了 你看到它實淨了 而且旁邊的一層層的邊位有些撐起來了 現在就可以拿蠔上來 拿上來就盡量灑乾淨水 雖然待會會再用櫥子去抹它 但是灑乾淨就不會太濕 然後就把蠔去抹乾淨它 然後把蠔去抹乾淨 閉殼機位和邊位都會藏水 那裡就再印乾淨一點 然後就把蠔沾上山粉 我真的用山粉 不是用粟粉 英文叫做Potato Starch 用山粉做出來更加脆更加香口 我會把每隻蠔放進粉裡 滾均勻它們 不多不少一層粉 太多也不好 太少也不好 總之整隻蠔都有一層粉 那就完成了 還有大家知道我又想說什麼 我想你們都猜到了 對了 記住輕手一點 不要在滾粉的時候弄爆蠔 溫柔地將它們在粉上滾一下 滾一下轉一下 就均勻了 然後就用中火至中大火燒熱些油 今次會用鐵鑊去煎炒蠔 所以它不是二結鑊 它就不可以太少油 太少油會黏 而且最重要它要夠熱才放蠔下去 用鐵鑊就麻煩一點 但是其實它煎出來也都香口很多 二結鑊就小油同意控制 看看你自己取捨 我就兩隻鑊會輪流用的 現在夠熱了 做整個菜最麻煩的部分就是煎一煎蠔 記得夠熱才好放下去 如果不是會黏底 除非你用二結鑊 用二結鑊就容易弄很多 而且注意蠔和蠔之間不要放那麼迫 最好留一點空間 所以它這麼大隻 你看它大隻到這樣 我放三隻下去都填滿一隻鑊 所以我分兩次煎 現在先煎三隻 後面兩隻再煎 不要動它 它的翠面還沒形成 你動它就會黏 放蠔進去 每邊煎一分鐘 整個過程我用中火為主 如果太慢就調到中小火 你覺得它又借了 那你就調到中火 總之以中火為主 煎到這樣 可以用鑊鑊在哪裏 試一下它們 看看能不能動 你看到它能動 即是翠面形成了 它不會黏底 煎了這一面一分鐘 現在可以反轉它 反轉的時候 記得不要走去調小火 很漂亮 它又沒有黏底 又有金黃色 用鐵鑊煎出來 是香口一點 這是易結鑊比美不到的效果 雖然用鐵鑊就麻煩一點 但其實煎三點都不是太難 第一就是 夠熱才放蠔下去 第二就是 不要放到它們太大 不然蠔會黏起來 你一貼完它又要分開 它們就很難 第三就是 翠面形成才好動 你不要一放下去 將它們動來動去 翠面形成了 它才不會黏 所以也要夠熱才放蠔下去 因為你夠熱 翠面就很快形成 如果不夠熱 放蠔下去 它不可以很快形成的翠面 它的蠔就會黏著一隻鑊 真的怕掌握不到 用熱結鑊 熱結鑊就是不黏的 差不多可以在邊位推一下 這次一推就動 整形小小癡都沒有 兩面都煎了一分鐘 反轉看它另一面的樣子如何 都是金黃漂亮 還有美國通蠔也看到 煎完之後它也不會點縮水 還是很大隻 老師的蠔用同一個手法 弄完之後是縮得很厲害的 現在可以將蠔拿上碟備用 先煎其餘的兩隻蠔 現在看看用鐵鍋煎完的蠔 表面都真是金黃香脆的 我看到這個顏色我自己都很開心 剛才這隻鑊就用熱水沖乾淨抹乾 現在就用中火燒熱些油 油夠熱就可以放些薑片下去煎香 我很喜歡吃煎香的薑片 所以我都很重 薑片要煎香 你煎出來的菜才會香 肉眼看也有一個指標 你可以看到薑片的邊位呈現金黃色 即是代表它們差不多 每塊薑片的邊位都呈現金黃色 現在就可以加入蔥白和蒜頭 接著將所有物料炒香 你聞到鑊頭很香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蠔 再加調味 很簡單 只用一湯匙蠔油就能 grid 因為蠔本身都有鹹味鮮味 然後將所有物料炒均 然後加入蔥的青色部分 快手拌一拌 最後在鍋邊賺少少少少興酒 然後所有東西拌勻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真香到不得了 快手炒勻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整個菜不是很難 最麻煩是把蠔上粉煎一煎 新鮮熱辣香噴噴的薑蔥桶蠔完成了 蠔外層香口,中間很軟滑 蠔本身都很肥美,加上薑蔥的香味 鍋底很乾,沒有多餘水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碟薑蔥蠔 請讚好、分享或留言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我這碟薑就沒得容易吃 我又要拍照又要拍攝 放了一陣子 現在夾開給大家看 依然底部是沒有水分 不會說越擺越出水 這些爆香的薑蔥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再看看蠔多肥美多漂亮 我不客氣了我要吃蠔先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